一起聊健康 天天要健康 大家好 我是义君 又到了每周二晚上 一起关心你我健康的时候了 好 是不是真的第一次 看到我们节目开播以来 看到我们戴上口罩就知道啊 真的事太严重了 现在在室内 真的不得不戴上 出去也是一定要戴上 因为最近本土疫情爆发 疫情不断升温 大家都好害怕 那么大家都很想问说 哇 这样面对疫情 我们要怎么办 除了害怕之外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没错 我们没有办法 主动去消灭这些病毒 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帮我们打造一个金钟灶 怎么样打造呢 靠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了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 除了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增强免疫力之外 这个病毒攻击的是哪里 就是我们的肺部嘛 所以现在肺部一定要顾好 还会告诉大家 哪一些顾废饮食可以多吃 所以今天节目 一定要赶快分享出去 尤其大家待在家之后 就多看节目 吸收一些新知 我们赶快来欢迎 我们这一集的营养师 廖欣怡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欣怡 主持人好 今天真的要跟我们分享的东西 非常扎实 有很多大家要好好听 尤其现在大家都出去采买 不知道要买什么 从哪里下手 听说泡面罐怎么都已经抢不到了 最热销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算是 营养师眼中的NG食物 对不对 但是其实它有聪明的吃法 等一下会教大家 那首先是大家最想问说 哇现在提升免疫力好重要 对 顾废好重要 对 然后说身体抗发炎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身体在发炎反应 那真的是免疫力也会跟着下降 对 从营养学角度来看 真的靠饮食提升免疫力 抗发炎是可行的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 要非常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不管你是从健康饮食 还是用规律的运动 因为这个就是要长期保持的一个习惯 你才有办法在这种比较紧张的时刻 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 平常比如说有没有说日常生活中哪一些习惯 我们做到了就可以救我们一命这样子 提升免疫力增加新陈代谢 其实像我自己就是我很规律的一定会吃健康食物 健康食物 对 那零食的那一些就会比较少 就可能只有偶尔假日才有可能会吃到所谓的零食 让自己稍微放纵一下 对对对 那平时一定是保持比较健康饮食的状态 那运动的部分我也是每天都有规律的做 可是如果现在不能外出的话 也会在家运动 对 我就是在家里运动 然后包括增加新陈代谢 看什么多喝水了 对对 水分是一定要多喝的啦 因为那个就是新陈代谢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东西 等一下要喝多少 然后要怎么样健康饮食 会一个一个带大家来看 那现在大家最害怕的是 哇我去到哪里 病毒最多啊 有些地方真的要少去 但现在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待在家里面嘛 自主封城了 对对对 很多地方也都没有开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 哪些地方真的是高风险 哪些风险比较低的 我们现在最最避免的 大家一定要不要群聚对不对 那聚餐的那一些就尽量不要去 那像百货公司你要逛街 那些是民生非必须的一个活动 你今天不买之后也买得到啦 对对对应该是可以不用 不要急着一时 对不用急着去做这一些 那我们生活必须的一定就是吃嘛 对 那吃东西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低风险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叫进来的 叫外卖 那现在很多线上购物 食材的部分 你可以用线上购物的方式 请他送进来 所以外卖或者是外送 算是属于你采购食物 比较低风险的一种方法 那如果你真的要出去超市购物的话 那我们就要保持一些距离 那避免交谈的机会 你就可以避免一些口沫 传染的一个机会 但是最近大家都疯狂的跑去超市 有种末日景象 对对 他们都蛮担心的 对对对 那真的人太多的时候 如果你在门口看到人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就稍微缓一缓吧 就不用进去急了 那像如果我们去那个 刚刚我们讲到说要去运动的部分 那健身房可以就先避免 那如果你去公园的话呢 还是要戴着口罩 那可以在家里运动 现在YouTube 然后或者是电视上 有很多很多的居家活运动可以使用 你就看着电视 你一样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 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 就是尽量避免出门就对了 对对对 多出门一次 就让自己多暴露一次风险嘛 尤其是高危险族群 就是老年人嘛对不对 说最近阿公阿嬷去公园次数 也尽量降低一些 减少一点 因为老人跟小孩 他免疫力是最低的 比较低的 对那他们可能进食量的部分 没有像我们成年人这么多 那均衡的食物 摄取量比较少的时候 其实营养素的比例 也会比较降低 那免疫力可能就比较不好 是好所以这张图片记起来 哪些地方现在真的不要去 断期内千万不要去 没有想到一场病毒 改变了大家的休闲娱乐 对 前阵子还在开心 现在突然间这样子 真的蛮难过 但刚才讲超市抢食 发现大家最常抢的这些食物 偏偏都是NG食物 对因为可能大家去超市看到的 就是架上的东西 我看到很多 就比如说零食 洋芋片 饼干 然后泡面 那个架上都是空的 买不到 那这个是 其实在营养师的眼中 它其实都算是NG的食物 那为什么呢 像洋芋片或者是零食那些 它添加物比较多 那再来它可能会加了 很多人工的香料色素 那这些在研究的显示 其实它都是属于 会让你身体发炎反应的一些物质 毕竟是人工添加的 那高糖的食物 高油脂的食物 它们都会促氧化 促氧化的意思就是让你身体的 发炎的因子会提升 所以这个就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 身体一发炎免疫力就下降 那这时候病毒就趁虚而落 对 那刚才讲说 最多人吃的就是什么泡面 罐头 一下就被抢光光了 但大家想说没办法 这真的方便嘛 对 尤其自己有小孩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时候跟小孩作战同时 有这个快速可以吃东西 你真的很方便 对对对对对 降低你的负担 对 但是要怎么样聪明吃也是有办法的 对 你一定也买了泡面 我家也是有啦 你连营养师家里都有 我家里也是有 因为其实保存也是比较方便的 它放在柜子里 不要晒到太阳 其实它可以放很久 最近大家冰箱应该都塞满了 对 如果你家真的有泡面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吃 我自己是这样子吃的 因为有一些面是油炸面 你把那个面稍微的过水一下 烫一下 它的油 油我们刚刚有讲到高油脂的东西 它就会触发炎 那面外面的这个炸过的这个油 其实就是触发炎的一种来源 那我稍微烫一下 它的油就会减少 就是第一泡先倒掉就好了 对 你也不用烫太久 有的面烂掉也不行嘛 烫一下它表面的油 其实就会少掉一半 再来它的调味料 它的调味料其实就是比较多的 像味素那样子的东西 人工添加物太多的时候 也是不好的 而且钠太高 就会造成一些触发炎的反应 所以减拌 把调味料包减拌 有的人可以不用加 我也觉得很好 还可以自己再加蛋啊 蛋就是很好的一个 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那再放一些蔬菜 所以你在抢购食物的时候 你可以多选一些蔬菜 那蔬菜的部分 我们可以选一些像高丽菜 它可以放很久了 或者是青花菜 它烫一下 你把它冷冻起来 它也可以放一阵子 还可以再放 对 那椰菜类的蔬菜呢 它就保存时间比较短 你就要尽快的吃点 所以花椰菜高粒菜 都是比较好的 有些花椰菜有十字花壳嘛 对 然后又好保存 所以可以尽量选这些东西 聪明挑选 加在泡面里 对啊 这样泡面这样子 做简单几个步骤 就可以大大降低 对身体的伤害 那罐头也是 居然也有聪明师吧 对 罐头的话 大家会有一个迷思是说 罐头有防腐剂 其实是没有的 它为什么可以放那么久 是因为它真空包装 是真空 所以不是因为防腐剂有关系 没有防腐剂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大家吃 之前不希望大家吃太多罐头 是因为 它添加了比较高的糖啊 钠啊 它才可以保存比较久 所以它的那些钠或者是糖 所谓添加进去的调味料 都是在汤汁里比较多 比如说凤梨罐头的那个汤汁 它其实是加了很多的盐 它不是加糖 不是加糖 对 那它是高钠的一个产品 原来凤梨罐头是高钠啊 对 再学一课 它是加盐水 然后去提那个凤梨的糖味出来 所以你的凤梨罐头会觉得很甜 所以呢 汤汁我们不要 但是凤梨可以吃掉 吃它的本身 不要吃它的汤汤水水 对 就可以把过多的添加物吃下去 避免掉 那这个油脂比较少的品项 这是怎么选 像我们会选一些鱼罐头 它有油漬的跟水漬的 对 那它的油漬的油呢 通常就是比较像沙拉油 或者是大豆油 那这一种我们的油可以避免掉 选择水煮的鱼罐头的话 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取得 它肉里面原本的营养 而不是取得多余的油脂的热量 了解 所以聪明选择 聪明吃 最后真的是罐头也不要再放回 要赶快吃完 对 因为它是 刚才说没有防腐剂了 铁罐嘛 铁罐嘛 它就反而开封了之后 它容易氧化 那也会滋生一些细菌 真的很多妈妈怕浪费 所以都会冰回去 我们家里也是这样 下次就劝妈妈不要 宁愿汤配掉 如果你真的是吃不完那个罐头 你把它换到磁盘 哦 换到磁盘 对 因为它会过氧化 是因为它的铁 就是铁滚 溶气的问题 哦 所以换一个容器 保存 保存 对 而且一定要冰起来 一定要冰起来 哦 妈妈学到一课了 对 不要为了怕浪费 然后结果伤了全家健康 不用硬吃 但是也不用特别倒掉 哦 真的今天学到很多小尝试 大家要记起来 那再来我们刚才讲说 为什么这样吃东西 要这么斤斤计较啊 人家说这个要过水 这个不要吃要怎么样 没有办法嘛 现在真的就是唯一能打造金钟罩的 就是我们的抵抗力 对 那到底跟我们抵抗力有关的 六种营养素是哪一些呢 对 大家会很担心说 我会不会吃不足够哦 那其实只有这六种是 我研究很多的那个文献 发现它是比较 跟免疫相关的一个营养素 然后免疫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嘛 是 蛋白质它就是 像免疫求蛋白 你就会知道它的原料就是蛋白 所以蛋白质是不能缺乏的 那很多的老人家或者小孩 他们因为吃肉的时候 那个肉可能太硬啊 太多他懒得咬 他就肉就不吃了 这个时候的蛋白质反而会不够哦 摄取就会缺乏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老人跟小孩的免疫力最差 其实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它摄取量不够 哦 了解 那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 那如果你吃不了太硬的蛋白质 像肉的这种东西的话 你就吃豆腐和豆浆 它就是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 哦 一样是蛋白质 对 那维生素C跟E它就是抗氧化 抗氧化的意思就是 抑制它这个免疫的 抑制它发炎的这个反应 很重要的一个物质 那维生素D呢 其实是最新发现 大家本来都以为 它只跟骨骼的强壮啊 钙的吸收有关 但是近几年来发现 维生素D跟免疫细胞的 一个发展很有关系 所以才会说 我们运动的时候 你好像免疫力会很好 因为运动你可能会晒到太阳 你的维生素D的活性会增加 原来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会发现 有运动或者是有户外活动的人 它免疫力好像比较好 比较好 那这些是包括像什么食物呢 像蛋白质就是豆鱼蛋肉类嘛 我们刚刚有简单提到 那维生素C主要在蔬果 蔬果类 那维生素E跟D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它就会可能像坚果 或者是油脂类的东西会比较多 那鲜的话它在海鲜 矿物质鲜呢 它就是跟那个免疫的 酋蛋白那些也有关系 免疫细胞 巨石细胞的那些相关性很高 那有机硫化物也是一个 蛮不错的东西 它就是硫化物你会觉得 它闻起来有点刺鼻的味道 它会存在在什么样的食物里呢 就是像大蒜 它的刺鼻的味道 这还比较少听到 原来就是大蒜 就是柳基柳化物 所以人家才会说有大蒜素啊 把它提炼出来 其实是主要是这个东西 它跟抗氧化免疫都很有帮助 好 这些是营养素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究竟是吃什么种类好了 对对对 因为刚刚讲营养素可能有点 大家抓不到 对 抓不到头绪 那我们就是这些的食物呢 它里面可能就是包含了各种的营养素 第一个我会希望大家能够把饭 白饭换成一个杂粮的概念 因为你看那个像杂粮饭 它是不是有五穀 十穀 它的那个多元性就代表了说 它的营养素就是很多元 哦 是 终究要吃饭的就宁愿吃营养一点吧 对 你就把那个白饭的地方换成杂粮嘛 换成五穀类 比较高纤维 那营养也会比较好 那这个主要就是像一些B群的 维生素都很高 那地瓜的话它的纤维质很好 那带壳的海鲜跟鱼类就是我们刚刚讲 有个矿物质心 是 那它也可以提升免疫的能力 那 对 豆制品的话就是主要就是蛋白质的来源 它是不错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豆浆也算嘛对不对 对 豆浆 豆腐 豆干也可以 那菇类呢它有一种叫年多糖的 它跟免疫细胞也有很大的相关性 那菇类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好保存的一个蔬菜 哦 是 对 你只要不要碰到水 放在冰箱 它也可以放一个礼拜没有问题 我觉得菇类如果跟那个花椰菜 高丽菜一起炒也蛮好吃的 对 像放在一起营养蛮均衡的 对 还不错 好 那蔬菜的部分呢 我们尽量挑选绿色啊 或者是深黄色 红色的蔬果 像彩椒 鲜艳一点 鲜艳的颜色 它的那个植化素就会比较丰富一点 是 好 那当然水果也是多挑各种颜色的水果 不要挑一单一而已 对 你尽量的多变化 我们台湾是水果王国嘛 好 那坚果我个人蛮推荐的 不管是老人 或者是运动员 或者是小孩 其实每一天你只要一小把 一个掌心的坚果 其实它的营养素就很高 一个掌心就OK 对 你不需要说要吞太多 不用 太多也会太多热量 那我们选择无调味的 也就是说你不要选择什么风糖的 或者是高盐的 那原味的 那它就是很好的维生素 一就是抗氧化的维生素 那咖喱呢它是有姜黄素 姜黄素是不是也蛮夯的最近 好 那像咖喱呢 它就是有很多的辛香料在里面 辛香料就是像我刚刚有讲 跟大蒜一样它有一个寒流的化合物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 有抗发炎的一些 营养素都会在咖喱里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去超商买东西 不知道要怎么买 把这个截图下来 就告诉大家 在家里面也要把自己吃的健康 不要说在家里吃一堆什么泡面 零食饼干 结果把自己吃成了一个发炎反应 没有想到你待在家反而搞坏的身体 好 再来刚才讲 顾沸食物非常重要 这新冠肺炎COVID-19 攻击的就是我们的肺部嘛 常在讲肺炎一发生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现在怎么样保养我们肺部就是重点了 好 我们这边虽然是写到肺 但是其实它是整个呼吸道的一个保养 怎么说 因为我们吸到空气之后 它是不是会经过我们的鼻子黏膜 然后到经过这个气管 然后再到肺之气管 所以在我们的气管上面 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一些器官上面 上面是布满黏液的 它才能够把病毒抓住 是 它就不会去侵害我们的身体 所以你的黏膜的系统 就呼吸的系统 如果不完善的时候 其实是很容易感冒的 所以你会发现 诶 我的小孩为什么这么 在过敏的状况下 或者是容易起来就hatchi hatchi 然后只要别人感冒 它就跟着感冒 是 因为它第一道防线没有保护好 哦 了解 对 那我们现在戴口罩 也是先做一个防护 第一道的防护 对 那再来身体的防护就是黏膜系统 就是这个呼吸道 那像这个山药南瓜 它其实也是一种叫年多糖的一些东西 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点黏液的感觉 那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年多糖 就会让我们的这个黏膜的系统 黏膜的细胞发展的比较好 那它抵抗外来的病毒或细菌的能力就会比较强 那像鲑鱼秋刀鱼它是属于比较好的油脂来源 这个叫做Omega 3的 Omega 3的这个脂肪酸 好油的脂肪酸 那它这个有降低发炎反应的一个效果 降低发炎反应也是很重要 对 那坚果也是它就是属于这个好油的一部分 那再来就是巴勒奇异果 这个维他命C很高 那你也不用煮啊你直接生吃洗干净了之后生吃 它的维他命C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跟免疫的相关性也是很强的 简单好取得又保护你 对 那洋葱 洋葱其实你生吃的那个含流化合物是更高的 但是会哭就是了 对 会哭 那我们吃的时候像我自己吃我会泡一下水啦 泡水之后它的刺鼻性就没有这么高 那生吃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苹果也是 那水分呢 其实我们是建议你按照你的体重 去计算每一个人的量 因为男生跟女生体型不同 它的量就不一样 所以呢 比如说我是50公斤的话 我一天至少要50乘以30的水分 就是自己的体重乘上30 对 所以最低就是像我的话就是1500 但是如果我有运动 我今天流很多汗 我就要再加300到500 所以也是要 所以你待在冷气房的人 跟你在外面有流汗的人 摄取的水也不太一样 对 那所以像1500到2000cc 对男生来讲可能不够 因为男生假如说算80公斤的话 体型比较壮硕的男生 那他就要喝2400 对 所以这是依照自己的体重 依照自己的体重 还有自己男生 如果说你真的在外面 流汗流很多的话 还要再喝更多 对 因为流失了 我们就要把它补回来 今天这个顾费非常重要 第一道防线 对 一个先免疫力打造金钟罩 若攻破怎么办 没关系 你还有门卫可以帮你守着 如果你真的充满病毒的状况下 我们的呼吸道 这一个黏膜的保护 但是手当其冲 对 所以怎么样顾好非常重要 今天真的是学了很多 小尝试跟知识 真的多看我们节目 有益身心健康 再来讲说 现在避免感冒真的很重要 对 因为感冒很多症状 跟COVID-19很像 对不对 你如果这时候感冒 哇徒增烦恼 还要怀疑自己是不是重了 对 所以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 感冒也不舒服 要怎么样避免感冒 对 其实因为我们家有 有老人也有小孩 我很怕他们感冒 所以平常的一个保养 我真的非常的在意 因为现在你感冒了 你要是发烧了 不管你是不是得了肺炎的病毒 都很害怕 所以我非常在意他们平常的 饮食跟生活的习惯 那饮食的部分呢 在维他命的部分 我是补充的很充足 那像维生素C的部分 也是尽量每天都一定要摄取到 那益生菌的话 就等于是肠道的一个保养 因为肠道它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所谓免疫的一个很相关的 一个器官 那像大蒜也是刚刚有讲到的 含流的化合物 然后矿物质 那有一些像生活习惯 像刚刚这个有讲到油脂的部分 如果我们摄取了太多的油脂 其实你身体就是一个醋氧化 醋发炎的一个体质 所以油脂尽量的避免 那熬夜的话 其实很多人会因为生活压力大 然后可能工作量多 他就会变成说 我不得不在夜晚工作 那其实这个对于肝啊 然后对于你的一个免疫的系统 整个就会破坏了 因为我们该睡觉的时候没有睡觉 然后你的营养 当你不睡觉的时候 你的营养素消耗是很大 很快的 尤其是B群的部分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免疫 所以真的是能够放松 然后不要熬夜 这个很重要 你平常爱熬夜没关系 现在艰困时期 赶快上床 所以你现在在家耍废多睡觉 都是保护国家 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 是真的 难得可以耍废多睡觉又多做 你有借口可以耍废一下 这个要注意 那刚才在讲高维他命C 维他命C就是 让自己避免感冒最好的饮食 对 维他命C跟蛋白质的合成也有关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 第一个营养素蛋白质 它就是跟免疫球蛋白 那些有相关 所以维生素C 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提高氧化 抗氧化能力的一个营养素 那能够生吃 我们就生吃的蔬菜或水果 那洗干净就可以了 比如说小番茄 是维生素C很高的 那像青花菜 你可以烫一下 然后去当沙拉的使用也都很方便 大番茄你要烹调也可以 番茄炒蛋 它的什么茄红素 吸收率也会提高 那彩椒的话呢 它是维生素C很高的一个蔬菜 彩椒或青椒都可以 生吃也比较好吗 对 生吃才不会去破坏 这个维生素C 这么的严重 那像草莓现在是没有 但是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像巴勒奇异果 你都可以搭配在优格里面 还有益生菌 调整肠道呼吸道的一个免疫系统 都很好 所以这些维他命C食物真的多吃 真的是不要现在感冒 现在天气热 然后大家进冷气房 然后这样进进出出又流汗的 夏天感冒人其实真的不少 现在真的是不要 那最后刚才讲了这么多 大家不傻傻 对不对 先告诉大家一个大方向好了 好 不然大家刚听太多 哪一些东西要顾什么顾什么 直接告诉大家大方向就好了 对 刚刚大家听到很多的营养素 可能都很担心 我这个吃不够 那个吃不够 对 我现在教一个大家最简单可以看的一个步骤 就是颜色 我们有五种颜色的蔬果 很方便 蓝色就是属于蓝黑色 你会看到它可能就是像 茄子海带它就是紫色或者是黑色 这个紫米 蓝莓 葡萄 葡萄要连皮一起吃 这个花青素才会好 那像我自己煮饭一定会加紫米 因为黑色的食物平常比较难取得 对啊 所以你直接加在饭里面 是个很方便的一个做法 那像白色呢 它主要其实就是含硫化合物 就是刚刚讲有点刺鼻的一个营养素 所以它会出现在洋葱啊大蒜里面 那像高丽菜 青花菜或者是白萝卜 菇类 它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含硫化合物 是很好的 那绿色就不用讲了 绿色是我们希望每一天 大家都能够吃到的一个食物 那红色跟黄色呢 它其实就是茄红素跟叶黄素 比较居多 那这个都是 希望大家能够连皮一起吃的是最好的 那像胡萝卜也是保存方便的一种食物 你看这些依照颜色区分 你看它的表层呢 就马上就知道了 一目了然 这些食物 其实刚才都有提到 一直在说抗发炎啊 免疫力提升啊 顾肺啊 其实这些都大同小异 所以从颜色上来分 就非常容易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 最近一直在产购食物 到底买哪一些比较好 这些都是我家里一定会有的东西 一定会有 你看跟着营养师买就对了 像这个卖场里面很多像比较低脂的肉类 你就可以放在冷冻库 像鱼也是 你就买回来之后分装 包好之后 你就可以放冷冻库 你可以放一阵子 那像豆腐或者鸡蛋 它的那个蛋白质的组成 跟我们所谓的肉类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均衡的摄取 像蛋白质的部分 奶类或者是豆类 然后肉类 这样子均衡的摄取会比较好 那你一定会吃到饭的话 我们把白米饭换成炸两米 那像燕麦片就可以当早餐 而且燕麦片你当早餐 你也不用冰嘛 你就保存也是很方便的一个早餐的来源 那它又高纤维水溶性纤维也很好 所以这样燕麦片早餐再加个鲜奶 再吃一颗蛋 对 就非常的均衡 那如果不吃饭的话 你可以吃地瓜或者是南瓜 马铃薯也是很好的高纤维的碳水 那像水果 就是尽量的多元化的一个摄取 那脂肪你不要担心说 我吃太多不好或者是什么 我们选择刚好的 然后营养素是比较均衡的 那我觉得坚果是很好的一个 方便的好油的摄取 也不用吃太多 刚刚讲一掌心 对 就只要一天一掌心 任何人都一样 那如果你吃生菜沙拉 那你就可以加一些胡麻酱 它就是芝麻 这个也是坚果 来源的一个油脂类 其实这些都非常容易取得 而且你生活当中 这样搭配一下 也是很好吃啊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吃 很多人都说 我不想吃健康食品 为什么 因为好难吃 它不会啊 很多都是我们日常中 可以看的东西 所以真的 现在抗疫非常时期 你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选择 你进到超市里面 你拿的是蔬果还是泡面 就大大影响你的免疫力了 对对对 对抗病毒的时候 免疫力真的就是金钟灶了 对 如何让自己全身而退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食物 要把它记起来 跟着妈妈去采买的时候 也把我们节目给妈妈看 吃这些比较好 对对对 包括等一下罐头啊 泡面也是可以聪明吃的 多一个步骤就可以多保护我们 对 今天非常感谢 学了满满的知识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一起平安度过 一起要健康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谢谢欣怡 拜拜